台湾连续6日零确诊 同一假期多个景点都出现人潮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记者会放了6个西瓜 代表连续6日没有新增个案 也是19日没有本土病例 指挥官层时钟顺便推销受疫情影响的本地生果 多补充一下这些天然的水果蔬菜青菜 这都是对身体都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那等一下你们要不要吃呢 五一劳动节台湾的学校没有假期 打工仔就趁着连同周末的三日年假到郊区行客 宜兰抹茶山早上就已经出现车龙 不少人徒步攻顶 另一个景点通天桥逼满人 大批人聚集并没有保持安全的社交距离 台中大亨报导也很热闹 当局限制最多4500人入场 张法的金针花海游客在花海中流线影 原方不断提醒人与人之间不要走得太近 蔡英文总统在社交网站发文 强调疫情还未结束 说假期可以轻松但不能放松 无线电视记者曹嘉永报导